總體你來幹嘛? 抓頭髮 總體我跟你講頭髮不是這樣抓的 你要知道不同的髮型要對應不同的髮型 你屁股!你那麼專業不然你來抓 你屁股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Ken長 大家還記得我之前分享髮尼的測評嗎?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們這次終於受到了台灣知名的髮品廠商 軍券凱夢K髮尼的邀請 我們這次來分享他的髮尼 那Ken長來告訴大家凱夢系列產品 來分享他們每一款髮尼不同的用途 細細的分享給大家 除此之外他們還推出了新的產品 那這次再一併介紹給大家 我們GO! 好啦接下來我來使用第一款的髮蠟 那其實我知道有很多的觀眾 常問Ken長說我用什麼髮蠟 其實有很多人知道 其實我在用這一款就是 凱夢系列的K魔幻凝土 那我會使用這一款有一個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很好洗 還有一個它再碩力很強 還有一個就是它不會印到嚇死人那種情況 這個K魔幻凝土它很有趣 它在抹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們在挖這個K魔幻凝土的時候 它跟一般的髮蠟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很多人在抹這個髮蠟的時候 尤其是凝土系列的時候 常常在挖的時候 它很難推開 但是這一款產品非常的特別 也是Ken長特別愛用的原因就是 它在挖的時候 它感覺是很好挖的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它很好戳開 因為它裡面也有閉麻紙油 它有一些海泥的成分 它對這個頭髮的潤澤度效果特別好 它也可以濕得上 所以我特別喜歡用K魔幻凝土這款髮蠟 但是還有一個最主要的重點 K魔幻凝土 它這一款是比較針對初印髮的人使用 不是說它不能使用細軟髮 而是因為初印髮的人 我相信有很多觀眾 常常出一個問題就是 初印髮的人 基本上它很難服貼 尤其在抓像我這種Obec的髮型的時候 它基本上它都會彈起來 很多的髮品很難讓它製造成 比較服貼的效果 但是這一款K魔幻凝土 它有這樣的功效 而且它效果非常的好 那接下來Ken長就來示範給大家看 我會用濕的打底 只要抹上去 吹乾了以後 基本上整個頭髮都會很均勻的塗布 那之後只要稍微的用手去調整 就可以做出你想要的髮型了 那Ken長就接下來示範給大家看 它的清水性很強 也就是說 當你頭髮是濕的時候 你抹在頭髮上的時候 它不會卡住 很均勻的 比較容易的塗抹在頭髮上 那我們抹完了以後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吹乾它 整理的方式也很簡單 如果大家忘記了這件事的話 可以點我之前的影片 都有教學 我會先從髮根部的地方 也就是接近頭皮的地方 一層一層的把它吹乾 好啦 現在就把它吹完了 是不是很簡單 那這時候Ken長來示範一下 它的再塑性 如果我們今天把頭髮全部都弄亂了 那我再重新再把它塑型一次 它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的再塑性是很強的 來馬上完成 那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因為有很多人 其實在抓這種髮型的時候 前面的地方都會太扁 但是是因為它這款髮蠟 它的硬度也夠 額頭的地方 不要拉那麼平 其實只要稍勢的把它抓起來 一樣可以製造出膨度 這一款基本上 只可以不需要再使用進行衣了 它在味道上 比較像一個男性的淡香水味道 基本上大部分的人 都會蠻接受這樣的味道 那抹上去了以後 頭髮是一些微亮的光澤 大部分台灣人都不喜歡 頭髮感覺太油 那它也做出了 我們台灣人可能會比較習慣的 這種微亮的光澤感 好了 那我們的第一款髮泥 已經測試完畢 那接下來我們再換第二款髮泥 我們GO OK 那我們現在進入第二個產品 那第二個產品是什麼呢 一樣是凱夢系列的 K棉花糖 在這裡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一次 我們現在找到了一個 模特兒是男的 但是它是長頭髮 為什麼會找長頭髮呢 因為它有上過凡谷的節目 它是雷拉的菜 這次我會使用長頭髮的模特兒 是因為我要把這一款的特性 完全發揮給大家知道 因為其實K棉花糖 很多人不知道 它還可以抓女生有捲度的頭髮 因為有很多很多的女生 還包括我們自己本身設計師 在抓女性髮型的時候 如果把它抓太多的話 會毛掉 因為其實大部分 有中長髮的男性 還有一些女性的頭髮 它是想把頭髮的捲度抓出來 想要抓出像韓星的那種感覺 雖然又不想要讓人家 覺得頭髮上有髮蠟的感覺 想要自然 但是線條又明顯 那K棉花糖髮泥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 很多人在看它的質地 是不是跟我剛剛講上一個髮泥一樣 看起來很像 那其實它在質地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整個挖起來像乳液一樣 那很多人就會問Ken這樣說 像乳液那抹起來是不是很直 其實不會 它抹起來也是一樣像髮蠟 但是它在抓在頭髮上的時候 它不會變得很卡 好 那我們就來示範給大家看 它很容易就錯開了 像乳液一樣 那我們開始可以抓它的頭髮 我們只要整個手去整個帶進去 把它均勻的去塗布就可以了 應該是不會覺得很卡對不對 就會算很順 這味道還蠻香的 對 那味道你覺得是什麼樣的味道 有點花香吧 也不能講說花香 其實也是比較有香水感 對啊 對比較也是 男性蛋香的感覺 對 然後在抓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的捲度會變得很明顯 但是它 它不是像一般的髮品一樣 抓完以後很容易毛髒 那有很多女性的觀眾 或是說有女生如果有看到 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 嘗試購買看看 差很多對不對 對啊 而且它還有一個地方 它更棒的是 它可以製造出空氣感 然後在髮尾的線條 可以還是很明顯 比較自然 對 對 對 我這個模特兒在哪裡工作 在日本的選貨店 Journal Standard 上班 對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購買一下 東西超貴喔 沒有啦開玩笑 他們家的東西真的不錯 因為我都會去逛 但是不會買 不要這樣 好啦開玩笑 如果大家對服裝是講究的人 可以去他們那邊參考 OK 感覺怎麼樣 差很多吧 反正是有蠻自然的 不會覺得就是 光摩一堆髮在頭上 它這一款的髮品 它也可以製造像 K魔幻凝土一樣的光澤度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Tolota的捲度 跟它的空氣感 就完全展現出來 而且它的捲度會變得更明顯 那我轉一圈給大家看 好 如果大家有留長頭髮或是女生 或者說你想要 頭髮乾燥的時候 製造出有一點 那種蓬鬆的捲度的話 包括一些想要抓成像 韓國歐巴那種髮型的話 也可以選擇K棉花糖 那它的質地是更柔軟的 那這就是 K棉花糖髮辣的它的一個特性 它可以製造出那種不做作的感覺 現在大家看它現在的髮質 它戴上帽子以後 超帥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 測評下一個髮品囉 GO 來 那我們接下來來介紹 GIN CAM 凱夢第三個產品 K爵士型土 大部分大家喜歡抓頭髮的時候 不喜歡泰油 但是還是會希望有一點點的光澤感 那這一款K爵士型土 它就可以創造這樣的效果 有非常多人在輸All Back 而會在輸油頭的時候 常常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 在我們往上輸的時候 這個地方常常輸不貼 這個地方常常輸不貼 那這一款K爵士型土 它有一個非常好非常的好的效果 就是當它在做徒步抓靶的時候 它可以把你旁邊頑固的頭髮壓平 那這一個部分 K爵士長個人其實非常的喜歡 所以才會推薦給大家 它的香味其實 我個人覺得是很有大人感的感覺 因為它聞起來是木質調的 比較沉穩成熟 是K爵士長個人非常喜歡的 那我們可以先看一下它的質地 視覺觀感就還蠻舒服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看看一下它的延展性 嗯 是很好的 那我們怎麼土布呢 就一樣我們把它戳開 那這款K爵士型土 它也可以製造出一些 比較自然慵懶的一種 由頭風格 然後小胖的頭髮 因為它已經有一定的長度 所以旁邊 一般來講用其他的髮品它會彈起來 可是它這一款厲害的就是 它旁邊是可以收貼的 而且不覺得要用推風機 也不太需要用輸出 來大家可以看一下 片場自己本身早期的時候 也不是把旁邊推掉的 我是喜歡一種比較富裕的感覺 那種髮型 就是貓王的那種感覺 那我大致講一下 這種髮型叫什麼髮型 這種髮型叫整粒頭 那也可以叫色正頭 那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我就下次分享給大家 那它有一個比較大的關鍵 就是兩側的地方 需要用一個力道往後收貼 其實用這種髮型很蠻帥的 對啊 也不能這麼講 怎樣 人蠻帥也是很重要 你還好 我相信各位觀眾一定心有氣氣 對於我帥這件氣氣 我只感覺到它嘴巴上有一顆痣 每次都只注意那顆痣 哪裡 你的痣 還好啦 我跟你講 好處是它沒有長 變成這樣一根一根這樣 變失憶 對 失憶 好 轉這邊 來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這邊 這邊可以完全輸貼 這真的是這一款髮型 在這一塊的地方 真的非常非常的厲害 像很適合穿那個西裝有沒有 很高貴的感覺 很高貴的感覺 有種高貴的氣息 果然抓在我身上非常的適合 來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成品 這就是K爵士行徒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兩側 像小胖那麼硬的頭髮 都可以去整貼 這件事情 我覺得它非常的厲害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整個 360度的樣貌 看著我的眼睛 OK 那我們就分享到這裡 那我們接下來再測試下一個產品 GO 哈囉 我們現在來介紹 另一款髮尼叫做 凱夢K髮尼 有很多人會問我說 這個包裝什麼 好像跟那個我們在網路上 K髮尼好像不太一樣 沒錯 這個是他們的新版本 所以它叫K髮尼 Plus 因為這是凱夢系列的第一款產品 就是Original 就是最經典 最原始的產品 它是基本上什麼髮型都可以抓 因為它是最中庸的 而且它還有一個部分 最有趣的就是 它可以讓很長的頭髮 都可以把頭髮束起來 安全帽戴下去 戴錯性是非常的強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款升級版的K髮尼 它有什麼地方 不一樣 那第一個 它打開來看的時候 它跟第一款早期出的K髮尼 不一樣就是 它的顏色上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之前的K髮尼 它的顏色比較深 它看起來 在質地上面 感覺比較舒適 那我現在來測試給大家看 它抹起來的感覺 因為有很多人告訴我說 K髮尼的第一款髮尼 它在抹的時候 稍微硬了一點點 來測試一下 它新款的K髮尼 它的延展性怎麼樣 好啊 真的好啊 因為K髮尼之前 常跟大家講說 舊款的那個推的延展性 沒有它其他款的那麼高 對 但是它這款新款的有改善 它的延展性高非常多 那我來聞一下它的味道 其實跟剛剛那個爵士型 爵士型土的味道 那個木質箱有點像 對木質箱有點像 那我接下來 來測試在小胖頭髮上 其實它的頭髮其實算塌的 是因為我有燙過 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為它有一段時間沒有燙 所以它上面也是比較扁塌 那我來測試給大家看 那它這款新款的 還有一個地方 很有趣的就是 我使用很多家的這個髮尼亞 通常在乾的頭髮的時候 很容易卡住 但是它這款新款的K髮尼它不會 然後它的支撐度非常的強 它這款新款的K髮尼 它有加啤酒花的成分 那它這個啤酒花的成分 它的用處是在於說 當這個髮尼髮蠟抹在頭髮上的時候 不小心抹它頭皮的時候 可以紓緩這個頭皮的不適感 但是我非常建議是使用在 常抓頭髮的人 常有在打理頭髮上的人去做購買 那K髮現在抓好了 我就分享給大家看一下小胖抓出來的感覺 我們又要360度轉一圈 要耍帥嗎導演 要耍帥 帥嗎各位 我現在要射出來一下 射出來一下 哥 為什麼看我的眼睛 各位我帥回來了 你為什麼可以流這麼多汗 不是啦 因為你們知道 剛剛彈就了 你要幫他試試看 抓到肉還摸到汗的感覺 你知道那種感覺嗎 所以這樣的話 打球是也可以抓頭髮 其實可以 有些不是打球喜歡耍帥嗎 打球這樣也可以抓 用K髮尼 你就可以瞬間變成那個什麼 仙道 我來試試看弄仙道的感覺好不好 好啊 但我比較好奇是 這款新改版的出了嗎 對了 在這裡要告訴大家 這一款 K髮尼 PASS 你們現在如果在網上搜尋 應該是沒東西 因為他六月中才會上市 他汗真的流超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操 對啊 不是仙道的弟弟 一直到 不是 警察叔叔就是這個人 可以重新用回來 來 那我們接下來再進入 凱夢K髮尼系列的下一個產品 GO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的是 K機關槍砰砰粉 為什麼叫機關槍砰砰粉 它是一個基本上360度可以旋轉 很多人在使用這樣砰砰粉造型產品的時候 基本上它都是一根這樣 然後這樣噴 這樣噴 有時候一噴的時候 可能會噴到上面去 那它這個有趣的地方 是它可以直接做成這樣的感覺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砰砰粉 機關槍砰砰粉 到底是拿來做什麼用的 有很多的男生其實不太喜歡抓髮蠟 但是 又常常跟Kent長講說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 頭頂太扁 大家去看一下小胖這樣的頭 就是很像一個飛碟的感覺 這個樣的頭其實跟很多消費者 或是我的客人 常常都會提出的問題就是 Kent長我這裡到底能不能砰一瓶 但是 我又不想抓髮蠟 那這個時候 機關槍砰砰砰粉 就是最好發揮的時候 它並不是髮蠟 而是讓你頭髮在不抓髮蠟 但是它的情況之下 可以造成有膨的感覺 我們怎麼使用它呢 其實 方法很簡單 把你要膨的地方 撩起來 噴一噴 然後用手捏一捏 想把要膨的地方 全部噴過 噴在髮根的地方 那有很多人問我說 這樣會不會傷頭皮 那它是不會的 所以不用擔心 好 噴完了以後 我們只要用手稍微捏一捏抓一抓 它就膨了 就這麼簡單 K機關槍砰砰砰粉 它比較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比一般其他的 我目前看到的很多的產品 它質地更細 它這個砰砰砰粉 還有一個地方 更好的地方 就是它有吸油的效果 所以可以讓你的頭髮 24小時基本上 差不多可以保持你想要的砰度 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個做出來的結果 那如果你有燙頭髮的話 效果更好 好啦 那產品就用到這邊 那我Kent長最後 再給大家做一個總結 咦 來 我們現在測試完了 那我Kent長來做一次最後的總結 那我們現在先來講 第一款髮泥就是 K 魔幻凝土 這一款是Kent長自己本身還蠻暗用的 因為它可以濕得上 因為它清水性非常的強 你只要抹上去把它吹乾 基本上你就差不多抓完了 只要手稍微調整就可以了 那我們使用的第二款 K棉花糖髮辣 那它可以針對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說如果你燙捲以後 但是你也有不習慣使用濕的方法 去抓頭髮的話 可以直接塗抹在頭髮上面 那它的質地是像乳液一般 如果在頭髮上的時候 它是比較不會卡住 也比較不容易毛躁 如果你是中長髮的抗卷的觀眾 你也可以使用 還有女生也可以使用它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Kent長使用的 第三個K爵式型圖 那如果說你今天你想使用歐背 或是所謂的油頭的髮型 或是整粒頭 那可以使用K爵式型圖 那我們第四個使用的是K法尼 Plus 也就是它最經典 它早期最早出的這款法尼 它這一款的升級是在它的延展性 那它使用在什麼樣的地方 它是比較中庸的 也就是說它基本上 它每一個方式都可以做使用 其實Kent長給大家一個小小的秘密 因為其實我自己早期有在測過它之前的這一款 那它其實也可以濕得上 只是說它濕得上以後它的效果 跟磨漢凝土比起來的話它可以稍微硬一點點 那最後K機關槍噴噴粉 噴噴粉 用髮蠟的話 你又希望頭髮有膨度 那這一款就是你要選擇的東西了 只要在你的髮根的地方 只要給它噴下去 搓一搓它就膨起來了 就那麼簡單 那我們這次就把 Gintang 凱夢K法尼系列 一次分析 對一次搞定分析給大家了 那大家可以自己Google 或是在他們官網上面 去看一下更細部的部分 那我們這次就分享到這裡 那這次小帕又洗了他媽的四五次頭 那真的辛苦他了 那請大家多多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